苗栗县的南横公路苗1140线道呢 因为是这个石虎出没热区 再加上维护交通安全 设置了区间测速执法设备 启用一个多月来 就可以出1500多张的罚单 但是现在已经引发了 卓兰这名强烈的反弹 他们认为这已经影响到 输果的运送时间 同时说近半年来 都没发现有石虎路杀事件 而且呢这个路段大多是沟架桥 野生动物不会经过道路附近 因此呼吁县府取消区间测速 车辆来来去去 不使还有沙石车经过 苗1400线是卓兰镇主要连外道路 一旁就是15热区 在3月底启动区间测速执法设备 短短一个月就开出1500多张罚单 等于一天就有50人爱罚 先到1400线从4月1号执法到4月30号 根据数据统计 目前为止开了1500余张的罚单 但这里是连通国道1号的主要赶道 道路比值又是高价 限速60公里引发在地民众不满 认为政府想避免动物陆杀事件 才刻意压低道路限速 而居民认为最近半年来 已经没有传出石虎被陆杀 显然意外跟速度没有关系 1400线都是高价桥 这个不是石虎的这个食物链 它应该来的地方 对最坏的一个连通道路 没办法把我们水果 很快的送到骨材市场 县府公务处回应 原本这个路段限速日渐60公里 夜渐50公里 为了改善民众疑虑 将先实施日夜一致60公里三个月 整合相关资料后再进行研绎 记得彭光许苗里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